可算找到了 原来让天餐土豆脱钢的 就是你这个小黑子 这几天苦等万象之王更新的网友 发现天餐土豆上了热搜 但却不是因为更新 而是因为摸鱼被抓包 原来他在微博土豆 逆小孩手游 毒针装备太难报 有了无数网友惊呼 这小子脱钢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不少读者表示当场气哭 真的说出了 就是让你在游戏里蹉跎 不知道多更两张的气话 目前在独角的吐槽声中 天餐土豆偷偷删掉了这次微博 但是貌似并没有什么暖用 吃瓜群众越挽越深 发现天餐土豆的游戏时间 可真是不短 难怪写文都没有办法日更 如今眼前舆论正热 官方也下了宣称 针对天餐土豆提出的问题 这个锅我们绝对不甩 马上就推出 保护我方非求的更新 开启副本掉落的大保底时代 所以从谋路意义上来讲 玩家们还是要感谢天餐土豆的 毕竟人家可是真正正正为了 咱飞球玩家 谋了天大的福利 脱钢什么的 就原谅了吧 我这样描迹 我把你 desperation 我可以 初来